雄浑的昆仑山脚下,大战越发激烈。 哦,昆仑山的雪豹王非常迅猛,他画出本体,如一道白色的闪电在移动,纵横冲杀,最后跃到一头巨兽身上,砰的一声,一爪子下去后将其头骨掀开,击毙对手。 战场中,王者嘶吼,巨兽倒在血泊中,大战惨烈。 十场大战下来,昆仑山这边死了三名王籍生物,更有重伤者,而西方阵营那边也差不多伤亡相尽。 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双方又各自派出人马,继续大战。 活着回来的人都很高兴,尤其是那些外界来的王者带着兴奋之色,按照事先的约定帮昆仑战胜一场,就可以在这里选一座山峰当作道场。 以后有机会跟着昆仑诸王进入被迷雾笼罩的万神之乡。 昆仑便要外界强者来助阵,有些是朋友,义不容辞就来了,还有些是陌生的王者,则给予足够的好处。 当然,也有人不请自来,热忱相助,只因同为东方的强者,不想看到昆仑山被西方人马践踏并占据。 昆仑山脚下,香气扑鼻。 大战回来的王级强者边走边笑,一番生死大战过后,凯旋回来彻底放松,结果走到这里,全都恶然。 谁在烧烤?很快,他们看到楚风。 天地复苏后,昆仑磅礴博而不失秀美,飞浦流泉,自然不缺少水源,所以一代秦王早被楚风收拾干净了。 此刻,风鸟王被架在火堆上,已经烤得金黄,涂抹上蜂蜜后,香气越发浓郁,眼看就快要熟透了。 我说兄弟,你刚才好像也去大战了,体力消耗太大嘛,居然在这里烤火鸡吃。 一位王级强者笑道,他也去大战了,曾看到楚风最后一个上场,但没有想到比他们都先回来。 兄弟,给我支鸡腿,看得我都有食欲了。 雪豹王走来,洗去身上的血迹,引发披散,带着笑容。 周围,许多人都无语,显然刚从战场下来的这些人,还不知道那被烤的是一代秦王呢? 老哥,不是我小气,实在是僧多周少,我都快饿晕过去了,回头等我再去杀一头兽王,分你们享用。 楚风说道,他相当的不满意,这头秦王个头也太小了,抱回来施灵雨炸立着,还有一米多长呢,可退掉毛后发现根枝机差不多。 这是一头秦王,雪豹王等人都大吃一惊,这几人都被震住了。 这头秦王去掉那蓬松而艳丽的羽毛后,秀真的一塌糊涂。 不过仔细想想,楚风也释然了,蜂鸟本就是世界上最小的鸟类之一,正常情况下也就几克左右。 这头秦王能有这么大,也算是成精了。 最终,蜂鸟王被烤熟,楚风像是饿死鬼投胎,狼吞虎咽,三下午除二就给吃光了,骨头被啃得干干净净。 好香,还想再吃啊,他吊着一根光溜溜的骨头,还在回味呢。 蜂鸟王,味道着实不错,表皮金黄松脆,内里晶莹肉质鲜美,入口即化,一点也不逆人。 不远处,喜鹊王,金丝侯王看得头皮发麻,他们想到昨夜,楚风在他们的居所外面转有了大半小。 他们暗自庆幸,东西方大战及时爆发,不然的话,说不定他们已经跟着头秦王一个下场。 我还要出战,再去杀一头。 楚风说道,周围的人神色怪怪的,别人出战是因为有任务,想在昆仑立足就得做出贡献,他这是要干嘛? 完全是为了去满足口腹之欲。 谁敢与我一战?就在这时,西方阵营那边传来恐怖的吼声,阵的诸多王者都灵魂悸动,身体不由自主地绷紧。 而且,没有达到王级领域的人,则承受不住,瑟瑟发抖,几乎要软倒在地上。 我来!一声断吼,击破那种恐怖吼声,使之不能影响到昆仑山这边的人马,敖王站出,要亲自出手。 楚风吃了一惊,对面有正断六道枷锁的爵士强者要下场,他赶紧分开人群,向前走去。 这一刻,整片战场都安静下来。 对面,北极王走来,身材高大,白发披散,看着很粗犷,眼眸赤盛得如同太阳般,整个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契机,让整片战场都站立了起来。 这就是正断六道枷锁的生灵,血气滚滚,从身体中溢出,简直要遮蔽日月,此时的他极度危险。 敖王走出,高大挺拔,一头黑色的长发十分浓密,眼神犀利如冷电,他的脸庞如同刀削般,一看就是坚毅之辈。 这两大高手出场,双方人马全都向后退去,给他们留下的战场居然比刚才大十倍不止。 远方,那些情报人员还有记者,一个个都惊悚,有人大叫了一声,快退。 这批人疯狂逃向远方,都知道这两人一旦出手,可能会非常恐怖,惊天动地,波及的范围远超想象。 一般的王级强者已经交过手,彼此颠量过了。 现在轮到爵士高手争锋,双方都想了解东西方正断六道枷锁的生物比较的话,实力究竟是否也相仿。 傻。 傲王咆哮,化成一道乌光向前冲去,速度太快了。 后,北极王咆哮,震动山河,白光赤胜,茫茫无尽,他也奔了过来。 这片地带无数人头昏脑胀,在两大强者的恐怖喝吼声中,不少人险些昏死过去,一个个兜兜头皮发炸。 都,大地在颤抖,群山在摇颤,双方相遇,大战了起来。 全掌撞在一起,迸发的能量光芒,比之太阳还要赤胜。 这一刻,许多人都闭上眼睛,不敢直视那里。 山地剧烈摇动,宛若允星砸落在大地上,让这片地带动荡不安。 哼,他们激烈厮杀,碰撞在一起后,景象恐怖。 哼,伴着大吼声,两大爵士强者争霸,让人见识到正断六道枷锁的生物到底有多么的惊人, 的确可以俯视诸王,差距太大了。 他们的移动速度非常快,风吹电掣,如同雷暴般,空气不断炸开。 楚风神色凝重,他撕裂四道枷锁后,身体全方面进化, 由接近四倍音速,提升到四倍半的音速。 他以为在速度领域可以站在最高峰上, 现在却发现,这两大王者也都有四倍音速, 每一个动作都突破音障,如同九天惊雷不断落下, 这里爆炸声不绝于耳。 嗡,虚空都在颤动,两人速度太快,剧烈交手, 并且不时显化出部分本体。 北极王大吼,右手突然化成一只雪白的大爪子, 足有数米长,突兀地拍击向敖王,将他笼罩在下方。 敖王神色不变,依旧是人参, 可是右手突然化成一只黑色的爪子, 也有数米长,迎上北极王。 哼,震天之音如同雷霆,在这里激荡。 两者之间神秘能量崩开,大地直接被撕裂。 刹那间,他们的手掌又恢复原状,成为人类的手掌。 哼,因爆震耳,他们急速移动, 一刹那而已,就冲到战场的一侧, 如同横空飞行一般降落在山峰上。 哼,山峰直接炸开,在他们的脚下崩塌, 断裂下去一大截,两者力量雄魂而刚猛。 他们再次横渡,依旧如同飞行般, 在这片地带大战。 远方,那些记者还有情报人员脸都绿了, 暗自庆幸大战发生在另一侧, 而不是他们这一边, 不然的话,很多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些人火速倒退,赶紧再次撤离, 因为刚才所谓的安全距离根本不够看, 万一那两人杀到这个方向来, 那就麻烦了。 哦,北极王咆哮,他依旧是人参, 但是他的头颅突兀得变成庞大的熊头, 张开巨大的嘴巴, 獠牙甚人猛地向着敖王咬去。 敖王飞退, 身后那里轰得一声巨响, 北极王画出的巨大熊头张嘴将一座山头咬断, 那景象骇人之极。 下一刻, 北极王的头颅再次画成人类的样子, 眸光冷冽,向前扑杀而来。 哼, 敖王霸道而强横, 主动迎击, 大手乌光滔天, 画成敖爪, 一下子放大, 将整座山体都笼罩在下面, 向着北极王碾压而去。 天啊, 见到这一幕的人都震撼莫名, 无不站立。 这一刻, 全世界都在关注, 东西方的人都在看时段时序的直播, 正好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站立了。 轰隆, 敖王的大爪子将那座矮山覆盖, 将山体拍碎在下方, 吐石崩碎。 北极王横移出去, 避过这一击, 他张嘴长笑, 猛地吐出一片白光, 茫茫无边, 一刹那间寒冷刺骨。 人们惊呆了, 那片地带被冰封, 几座山峰, 还有开阔的山林, 都被冰寒笼罩, 称为冰雕。 敖王立身在远处的一座山峰上, 早已躲避出去。 那寒气很恐怖, 内运致命的杀伤力, 这是一种古怪的能量, 不是寻常的冰雪那么简单。 两位正断六道枷锁的爵士高手, 再次开始激战, 越杀越远, 进入茫茫昆仑山中。 没有人敢临近, 都只能等待。 相反方向, 那些情报人员, 还有记者交集, 这种级别的战斗, 代表了最强争锋, 这是爵士大战, 他们居然捕捉不到尽头。 外界, 直播画面中, 没有那两大强者的身影了, 东西方都短暂寂静, 而后一片喧哗。 昆仑山脚下, 东西方大军对峙, 这里反倒宁静了, 没有激战, 所有人都在等待两位爵士强者奋出胜负。 我好饿啊。 楚风捂着肚子, 那只蜂鸟真不是理想的猎物, 太秀真了, 根本就填不保它的肚子。 西方阵营中有人盯着这边, 一人喊道, 蜂鸟王呢, 你们将它怎样了? 吃了。 楚风回应, 你找死吗, 到底怎样了? 那边的人大怒。 楚风目光冷冽, 如果不是黄牛拉着它, 真想出战了。 你再挑衅嘛, 一会儿保证将你斩杀。 楚风回应道, 别冲动, 等席乐老狮子出手后, 都被对手缠住时, 我们再杀过去。 黄牛说道, 这是他们早就商量好的, 避免被正断六道枷锁的 王者算计与谋害, 尤其楚风在西方闹出 那么大的风波, 如果被人猜出, 会很危险。 不用担心, 有我等在这里, 还怕他们吗?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 这是一头老园, 看起来慈眉善目, 如同一个得道高僧般, 站在那里。 楚风当时就吃了一惊, 认出他的身份, 这是松山大林寺的老园, 第一个开宗立派的义类。 老兄弟, 我们这边正断六道枷锁的高手, 到底来了几寸? 大黑牛脸皮太厚了, 居然凑上前去跟老园套近乎, 他以前就跟楚风吹牛, 说这头老园是他的结拜兄弟。 但是, 黄牛曾接他的老底, 说大黑牛潜入松山, 想去偷金刚, 菩提树上的果实, 结果被老园胖揍一顿, 打跑了。 放心, 你们尽管出手, 不用忌惮什么。 老园神色平和, 带着笑意, 道, 这里是东方, 由不得他们撒野。 当说到这里, 老园很霸道, 眸子中射出两道金色光束, 道, 虎有伤人意, 人意有俯虎心, 既然来了, 他们就要付出代价。 当听到这些话, 楚风, 黄牛, 大黑牛彻底放下心, 他们知道东方这边准备肯定很充足, 不用担心西方的爵士强者过多。 但楚风还是提了一句, 道, 我在西方闹出的动静有点大, 你尽可去出勺。 老园很平静, 但还是问了一句, 他到底做了什么。 我整了一个美式拍行榜, 同时把梵蒂刚给抹平了。 楚风说道, 老园发呆, 强大如他, 也有点无言, 闹了半天, 那个在西方搅闹起无尽风云的猛人, 就是这个小家伙。 他有点头大, 还真得需要留心与注意了, 要防着席乐。 去吧, 没什么大不了。 老园语气很坚定地说道, 好, 楚风放下心, 其实他也不是多么惧怕, 万一席乐出手, 先用金刚灼给他来一下, 以楚风现在的力道真要打中的话, 正断六道枷锁的绝世强者也得负伤。 此时, 西方阵营中, 那些人正在挑衅, 甚至开始叫阵了。 黄牛, 大黑牛已经向前走去, 准备出手。 而楚风也出现, 隔着很远就喊道, 郭噪, 哪个不服, 尽管过来。 缩, 当即就有一位强者冲来, 身材高大, 体型魁梧, 他由一头兽王化形而成, 眼睛射出冷电。 你真将疯鸟王吃了? 是, 楚风吐出叼在嘴里的一根细骨, 道, 味道不错。 你受死吧, 这个人大吼, 震动天地。 我看你也很美味的样子, 抓去烤熟。 楚风说道, 而后冲了过去, 主动出手。 远方, 那些情报人员还有记者, 一个个都震撼, 那个人很像是死去的楚风, 这次捕捉到的侧身照较为清晰。 那个人难道真是楚风? 有人怀疑? 昆仑山脚下, 这片战场上, 西方阵营有个别人, 也觉得情况不对。 那个人是楚风, 不是死了吗? 不会是我想多了吧, 西方那么大的风波 是否跟他有关。